去做出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1到12月份的那个判断 比如说问题这是几月 所以问题为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说你必须从一个清单里面去挑出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的话呢刚好就是说是几月份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那个1到12月份的英文先抽离出来 那其实如果你1到12月份的那个英文 假如你不会产生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用一个什么用那个Excel的话 其实应该就可以做出来了 像这个清单怎么做的 你就Excel有没有 然后打一个1月份 January有没有 然后你就什么 向下自动填满到12 1到12月份就出来 那我是把它Ctrl-C Ctrl-V到哪里呢 到那个Python里面这边 但是你会发现哦 我建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一个List 有没有发现 所谓的List就是一个串列 那个串列就是里面总共会放12月份的东西 那12月份的东西你会发现前后一定是中瓜 我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嘛 串列嘛 OK那这个串列里面呢 一个变数里面可以放12个月份的英文 但是呢它的串列 理论上呢编号一定会从0开始 从0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之前贴上之后 前后加加什么 加那个双引号 那它就会怎么样 如果我要抓第一个 它就是Mans String这个名称 中瓜我如果要抓第一个的话 里面就是先加个0 0的话就会抓这个 1的话就抓这个 以此类推那12月份的话 Dishnery就是11啦 0到11 但是你会发现哦 如果0到11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跟它实际上的月份会差1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干脆我不要这么麻烦 我就在前面补一个什么 补一个没有 逗点 也就是说 这个0把它控下来 然后面的话就是 抓第一个就是1 Ease类推 这个好处就是说 比较方便 我不用再转个弯 不然以前还要怎么样 还要加1跟减1 还要在那边转来转去 所以干脆Mans String 第二个的话我要怎么样 我要能够乱数 抓一个 所以乱数怎么抓呢 我每次跑的都不一样 刚刚是5月 现在4月 这怎么来的 其实你可以透过一个 一个class 外部的一个class 这个class它已经帮你装好 但是没有imput 所以你必须什么 透过imput的方法 imput一个random 这个random 顾名思义嘛 就是产生乱数 那你要怎么产生乱数 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第一个 imput这个乱数 第二个产生一个串列 就是1到12月份 我刚刚讲过了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开Excel 有没有 不过你可能还是要打1月份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再把这一串 复制 贴到这边 改成前后算以后 中间加豆点就OK了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先产生那个乱数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random里面 如果我要产生的数字是 有没有random 那我习惯那你可以用randomint 不过其实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们前面有用过range range的概念跟randomrange一样 比如说我要产生的是1到12月份的乱数的话 你就刮乎什么 我要产生的乱数第一个是1 豆点 1到12的话 那这个后面数字应该放多少 一样跟range一样 13 对 它就是初始第一个字 跟最后一个字的后面那一个 OK 所以 当然一般的 其他书里面 会用randomint 不过我后来发现 干脆我没有一致的逻辑 你也不用去特别还要记这个了 你用randomrange其实概念跟range一样 比较好记 这样的话意思说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乱数 是在1到12之间 看得出来 然后像刚刚4月份就是它乱数产生4 丢到前面来 所以存在哪里存在month的变数里面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 input 问题为就把这个有没有 这个变数里面假设我4 我就把这个放进来这是几月 4他就去把这个 这个4抓过来 问题为这个是几月啊 然后底下的话就跑一个无穷回圈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你就不能用for回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他几次会猜对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打一个while 特别注意哦 while1冒号 或者你打一个whiletrue 也可以啦 true 也可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whiletrue 你想说后面不是一个逻辑吗 意思是说 我让他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true 永远都是true 永远都要进到回圈 意思是说 我要在这边开一个无穷回圈 打1比较快 意思是说 你就一直让他打 直到什么呢 如果他打对的话 才break 所以这边的话关键就是说 如果你会有个无穷回圈 你一定要配合一个break 不然的话 他永远会跑不出来 程式就一直不断执行 OK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你就让 像任何装置上面 你就跑个无穷 让他一直check 一直check 一直check 比如说像什么 像那个 警察要抓歹徒 然后他一个check 无穷回圈 直到画面上找到 那个车牌是张车 马上有alarm出来 或者send一个讯息 到附近的警察局 让他知道说附近有一个张车 或者是像影像辨识现在很夯 很多那个监视器都有配合影像辨识 所以你在路上走 随便随时也会被那个 像现在大陆更厉害 他已经天罗 他叫什么一个系统 天网 对不对 所以那个 当然也已经牵犯到隐私了 可是这个很两人 你 所以呢 如果你是歹徒 你就无所遁形了 而且他那个辨识还蛮精准的 即便你伪装 只要是 几个那个象征 那个特征是对的 他也还是一样会被抓到 所以 但是直到break就是让他可以跳离 所以这边的话 当他进来之后 那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相等 很简单 就是他输入的放在m 那他乱数产生的放在month 如果两边match的话 那就答案正确就break 反之呢 就是答错了 并且再把这一行怎么样 复制到下面 让他继续回答 就继续再进到围圈 继续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做完 程式应该不多啦 但是效用还蛮大了 有没有发现 其实 我们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 做那个全民英俭的那个练习 有没有 比如说这次几月 你也可以用这个给你家的小朋友 如果有那个国中生高中生 那你把题目汇整进来 然后让他回答 答对之后 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的话 OK 如果有这种用心的爸妈 小孩未来应该不会太差 对不对 你说这是爸爸自己写的程式 你要能够做下一关的话 你才能去 像我儿子啊 我都不用吹 他一直问我 爸爸你什么时候要教我写程式 我说你基本学能先学好再说 OK 因为那个耳濡目染嘛 对不对 他想说哇 因为可能是觉得说爸爸的工作其实海上还不错 对 好像就是随时想要游山玩水出国旅游 像上个礼拜又出国了 对大家也很抱歉 这是几月 比如说输入五月不对 你也可以让小朋友自己输入 不过如果像之前有好几个真的爸爸 就是为了要写一些东西给他小朋友的 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棒的 OK 在座也有很多爸爸也可以回去想想看 然后把这个10月 Enter 还是答错 这几月 8月 Enter 答对了 Riz把答不对 就一直错一直错一直跳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 有没有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做的动作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他进来之后 这个是乱数产生的 乱数产生的就是这个曼斯 他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去抓什么 用这种方式去抓里面的串列东西 然后呢 再进到无穷回圈 当我输入的是5月 他判断这个是8月 这个是8 这个是5 两边不媚取 所以跳这个 又继续问你 又进到里面 直到我输入8等于8的时候 他才进到这边 输出什么 答案正确 并且break掉 OK 所以这个应该看得懂 城市不多 但是非常的好用 你回去的话 可以再配合像全民英检 只是说全民英检 未来可能要再配合资料库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 你不可能说 把一个全民英检 几千个字放这里 那城市上面不就一堆了 所以理论上都是外部读取 读取进来之后 再去做比对 但是底下的东西应该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今天大概就是讲了两题的综合练习题 后面还有拆数字跟拆权 回去也许可以先试做 另外就是证照考试题 第四类跟第五类 回去的话如果也能够像那个 我们两位同学的这种精神 我想你要把Python学好 绝对不是困难的事情 不过证照考试 它后面没有讲到像网路爬虫跟资料库 它只有讲到档案读取 资料库部分没有讲的话 其实未来的应用可能也会有问题 另外还有网路爬虫 它那个也没讲 所以基本上这个证照应该算是一个基础的证照 它就是你该要的能力有 但是后面应用的部分 可能它没有讲没有考到 那没有考到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延伸 基本上你基本功夫OK的话